2012年7月 失踪了24年的毕战先突然有了下落 毕战先还活着 听到这句话时 眼前的老妇先是微微一愣 但又立马开始做手头上的活 老妇不过才60岁 可看起来却比同龄人苍老不少 这位老妇王丽霞便是毕战先曾经的妻子 他们都是云南省微信县林凤镇人 24年前毕战先突然消失 只留下他一人独自照顾四个孩子 当年大女儿才刚刚长到他的膝盖处 而最小的儿子还尚在强保 家里的顶梁柱没了 一开始王丽霞像疯了一般到处寻找 他抱着小儿子漫山遍野地奔走 撕破了喉咙一次次呼喊毕战先的名字 从林凤镇到毕战先工作的旧城镇 王丽霞不记得自己究竟往返了多少个来回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 将毕战先的画像贴得到处都是 可做了这么多事却一点水花没有 这么大个活人愣是人间蒸发了 没过几天 家里的米缸就见了底 看着屋里四个嗷嗷待哺的小孩 王丽霞只能放弃找人 顶梁柱没了 他得用女人的脊背撑起这个家 此时的王丽霞才三十多岁 脸上却有了好几道皱纹 他的手掌竟是厚厚的老茧和细密的伤口 他用她勤劳的双手 硬生生将四个孩子拉扯长大 现在他老了 四个孩子也都已经成家立业 日子好过不少 可他仍然保留着当年的习惯 只要一有空 手里不是绣鞋子就是绣手帕 一刻都不让自己停下 而对于臂战先 王丽霞还是心存执念 他每天都托人去镇上买报纸 因为不识字只能找村里识字的人念给他听 倘若写到哪里有无名男师 他都会去认领 是生是死 总得有个说法 家里的旧报纸落起厚厚的一叠 幸运的是当年正在实施免费九年义务教育 家里虽然清贫 但四个孩子都有读书十字的机会 之后都是孩子们给王丽霞念报纸 这一念便是十多年 每当这个时候 王丽霞总会很想念臂战先 臂战先也是个文化人 失踪前他在旧城镇的供销社工作 供销社在那个年代可是个铁饭碗 继体面工资也高 他们当年虽然没有领结婚证 但是做了适时夫妻 在当年也是合法的 虽然婚后生了四个孩子 但其实二人算是分居两地 毕战先工作的地方距离林凤镇有六十公里 他只能一周回来一次 随着长时间的相处 夫妻二人的差异也愈发明显 毕战先是个文化人 而王丽霞只是个粗人 两个人经常聊不到一块 摩擦和争执越来越多 即使久别重逢也时常不欢而散 毕战先也慢慢减少了回家的次数 从一周一次演变成几个月一次 王丽霞虽然没文化 但他并不笨 他从丈夫的眼神里读出过嫌弃和厌烦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不愿相信丈夫会是个抛弃弃子的人 他时常在夜晚将门虚掩着 留上一盏微弱的灯 等待着那个男人回来 在一次次的失望和泪水中等了十多年 王丽霞终于在亲朋好友和儿女的劝阻下 选择了放弃 他去派出所注销了毕战先的户口 还给他立了个衣冠种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家五口早已习惯没有毕战先的生活 24年后 毕战先还活着的消息传到了王丽霞的耳里 但这个家早已不是他的家了 24年了 他甚至不愿给我们报一句平安 很多年前 我们就都当他死了 就算他没死 也当他死了 作为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 这24年的缺席战先是再也没法弥补了 这么多年的苦日子过去 汪丽霞和四个孩子们 对落跑的毕战先只剩下恨意 这一大家子搬离了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家 既是为了躲毕战先 也是为了躲村子里的闲言碎语 那这么多年 毕战先是怎么被找到的 他又究竟去了哪里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怎么发现毕战先的 这得从微信线扎西派出所的 社区民警肖吉芬说起 肖吉芬是社区里出了名的热心肠 在他的帮助下 有很多孤寡老人都过上了好日子 可就这么个人见人爱的女民警 一个名叫夏林的吴宝老人 却对她避之不及 夏奶奶今年59岁 年纪不大 但却是孤寡老人当中的丁字户 她整日就背着一杯篓的大米 去集市上卖 本来就矮小的个子更是背 沉重的背篓压得直不起腰 有时候大汗淋漓地 在集市上坐好几个小时 背篓里的米依旧剩下好多 这些都被肖民警看在眼里 有时候看着夏奶奶勾搂着背 反复地数着手里那几张红绿票子时 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当时县里刚刚盖好一家敬老院 设施齐全 环境优美 最关键是不要钱 肖民警给老人争取了一个名额 县里的其他老人都羡慕不已 可夏奶奶却坚定地拒绝了 肖民警发现 夏奶奶对每一个人都很疏远 仿佛是在刻意和别人保持距离 在这个小县城里 夏奶奶是很神秘的存在 就连二十多年的邻居 都觉得她很孤僻和古怪 据邻居说夏奶奶从不喝酒 可每个月她都会去西口牢里的铺子里 打上满满一壶高度白酒 也不知用来干嘛 夏奶奶年轻时模样长得不错 热心的邻居和相亲 还曾为她张罗对象 可无论男方条件多好 夏奶奶连看都不看一眼 有时候甚至还发起了脾气 眼看着吃力不讨好 大家也就不再帮她相亲了 夏奶奶就这么平淡地 独自生活了二十多年 和邻里之间也只是打声招呼 并不深交 可这些并未难倒消极分 她反而更有干劲 势必要将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 此时她还不知道 等待着她的 是一个埋藏了二十四年的惊人秘密 夏奶奶的心也不是石头做的 面对萧民警三番四次的释放善意 她心里也有所触动 渐渐地她也不再抵触萧民警 二人之间的距离慢慢拉近 有时他们会一起坐在集市的街边闲聊 当萧民警问起夏奶奶为何不再找个老伴时 夏奶奶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慌 但很快她便坦言自己曾经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因为没法生育 受尽了冷眼 甚至还变本加厉地对她拳脚相加 那段痛苦的记忆也让她对婚姻不再抱有期望 如果我有女儿的话 应该也有你这么大了 看着眼前善良能干的萧吉芬 夏奶奶感叹道 您就把我当成自己女儿就行 萧吉芬一边拉着夏奶奶的手一边说着 下次有合适的老头 你也去见见看 夏奶奶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 她违章着嘴 似乎欲言又止 可即便二人看起来亲如母女 但一切又都止步于夏奶奶的家门口 夏奶奶住的二层土坯房历经百年沧桑 门口的墙都已经斑驳了 地方很小 面积看起来也就十几个平米 一年四季 只要夏奶奶出门 必定会用一把大锁将家里锁得严严实实 许多次萧敏景给老人送社区福利 或者帮她搬运重物时 夏奶奶也都只让她放在门口 从不请她进屋子里坐 每次给出的理由都是地方太小 或者屋里太暗 将萧吉芬拒之门外 萧敏景并没多想 屋外就屋外呗 她仍旧苦口婆心地劝夏奶奶 尽早去住去敬老院 不然名额就得让给别人了 夏奶奶一直很听萧敏景的话 可唯独这件事 她却始终不答应 多次的回绝也让萧敏景有些心灰意冷 可没想到一场意外 却让她真正地扣开了老人的心房 2012年6月21日 萧敏景接到了夏奶奶打来的电话 这是他们俩认识这么久 夏奶奶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 听着话筒中传来夏奶奶虚弱的声音 萧敏景得知原来夏奶奶在家里打扫卫生时 不小心从二楼跌落 摔伤了腿 邻居听见夏奶奶痛苦地呼救后 给叫了救护车 夏奶奶日子艰苦 一时半回拿不出医药费 万般无奈下才选择向萧敏景求助 萧敏景听完二话不说赶去了医院 用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垫付了医药费 随后为了夏奶奶后续的治疗 她组织了社区干部和群众 开展了一次小型的募捐 为其筹到了2000元的捐款 不仅如此 她和同事还在下班时间抽空来医院 照看夏奶奶的饮食起居 看着为她跑前跑后的萧敏景 夏奶奶感动地流着眼泪 不停地说着谢谢 真要谢我就答应我出了院 咱们就去敬老院 听到这夏奶奶沉默了很久 像是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后 她掏出了家钥匙递给了萧敏景 小萧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我不答应你是有苦衷的 你去我屋里 喊一声老B 就啥子都明白了 这句话把萧敏景搞得云里雾里的 难道那间小小的土坯房真的装着 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吗 于是她拉上同事 立马赶去了夏奶奶家 打开门上的大锁时 她隐约能听见屋子里有轻微的动静 土坯房很小 只一眼就能看清屋里的所有构造 昏暗又逼色 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但是木凳子却有两把 老B 老B 这么小的地方难道还有第二个人 萧敏景将信将疑地喊了两声 可没想到 头顶竟真的传来了动静 狭小的阁楼上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他穿着破旧的衣服 从一架摇摇欲坠的木头梯子上爬了下来 木梯也很旧了 脚踩在上边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当两人看清男人的长相后 却更加震惊 这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孔 孝敏景和同事在这个片区工作了十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他 而这个男人 就是失踪24年的B战先 今年他已经65岁 头发和牙齿几乎都掉光 脸上和身上的皮肤呈现一种病态的苍白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失踪了24年 就在这阁楼里藏了24年 从住进来的那一天 就再也没有踏出过家门半步 肖敏景 我老伴还好吗 虽然足不出户 但毕爷爷什么都知道 夏奶奶摔倒的那天 他就在阁楼中 他急忙下来查看夏奶奶的伤情 可是情况严重 二人只能决定让邻居帮忙叫救护车 邻居过来的时候 毕爷又躲回了阁楼 他悄悄地听着楼下发生的一切 顶住呼吸 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响 夏奶奶住院的这几天 他一直担惊受怕 他曾一度想去外面找老伴 但不知从哪里找起 于是他数着指头默默地等待 直到消民警的出现 随后在消民警的安排下 毕爷爷去往了医院看夏奶奶 看着躺在病床里虚弱的夏奶奶 毕爷爷心疼地问着 你痛不痛啊 夏奶奶摇着头 此时两个老人的脸上早已布满泪水 他们将手紧紧握在一起 将所有的情绪都融化在无声的眼泪中 很快两个老人的事情就传遍了小县城 辛苦掩埋了二十多年的秘密就这样曝光了 他们却仿佛松了一口气 毕爷也不再惧怕别人异样的眼光 他每天往返家里和医院 悉心地照料着夏奶奶 他们也开始向消民警吐露这几十年来的生活轨迹 1987年 这是两人在旧城镇的初次邂逅 毕战仙在下班路上看见了卖大米的夏琳 夏琳穿着碎花的上衣 留着一头齐腰的长辫子 天气炎热 额头上挂着几颗晶莹的汗珠 他大声地叫买着 声音蓬勃又甜美 鬼使神差般 毕战仙来到了他面前 为了能多看夏琳记忆 他每天都来夏琳跟前买上一小袋米 当时毕战仙住在供销社的宿舍里 他一个人一间 家里没吃完的白米都堆成了小山 一来二去 两个人也熟络了起来 此时的夏琳刚刚从一场痛苦的婚姻中抽身 他身上还有之前不幸尽力留下的烙印 终生无法再生育 同样的毕战仙也正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 他和妻子王丽霞之间早已没有爱 夏琳的温柔深深吸引着毕战仙 毕战仙的儒雅也在慢慢攻占夏琳的心 很快互生情愫的二人走在了一起 可这份地下恋情始终是见不得光的 为了不影响毕战仙供销社的铁饭碗 二人优惠非常隐秘和低调 有时候回到林凤镇的老家 毕战仙也想过向王丽霞提出离婚 可兴许是看着家里的四个小孩 他始终没有勇气开口 直到1988年 当时全国的供销社进行了大裁员 毕战仙也未能幸免 这铁饭碗说丢屋也就丢了 丢了工作后 毕战仙只能回到老家 他整日抑制消沉 妻子得知此事后每天和他吵个不停 于是他说要外出打工 起初只为躲避家庭的纷争 可这一去 他再也没回来过 毕战仙回到旧城镇找到了夏琳 没了工作夏琳非但没有嫌弃他 竟然提出要和他私奔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犹豫再三 毕战仙将自己一半的积蓄寄回老家 决定和夏琳远走高飞 于是他俩悄悄来到了卫信县扎西镇 住进了龙井上街的土坯房里 这一脚踏进 便是整整24年 虽说当年毕战仙和王丽霞没有领结婚证 可毕竟有了夫妻之时 在法律上他们仍是夫妻 既然没离婚 就有背叛重婚罪的风险 毕战仙既没有勇气向王丽霞提出离婚 也没有勇气承担重婚罪的后果 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他将自己囚禁在这间狭小的阁楼里 而夏琳则一个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天刚蒙蒙亮 夏琳就出门 并将门锁上 毕战仙透过阁楼窄小的窗口目送着夏琳走远 之后他会下楼吃桌上夏琳给他留下的馒头 日子昏暗 单调 千篇一律 他一遍又一遍看着家里的旧报纸 一次又一次看向窗外的世界 之后夏琳努力攒钱给他买了一台二手电视机 每个月为他打上一大壶白酒 也算为他暗无天日的生活平添了一丝乐趣 随着二人年纪越来越大 日子也就越发难过 有时候只能吃点稀饭和酸菜汤 最要命的是必占先生病 也不敢去医院 只能默默祈祷他赶紧好起来 可即便日子如此 他们仍旧甘之如頤 如果不是萧吉芬揭开背后的秘密 他俩就打算这么过一辈子了 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办法有张结婚证 听完他们的故事 萧吉芬虽不理解但也很同情 可消失这么多年 B站仙早成了黑户 虽然不会被判重婚 但是想登记结婚也不是件意识 为此萧吉芬又忙活了两个月 补充了B站仙的材料 这才将户口给办了下来 2012年8月3日两个老人拿到了结婚证书 终于有一天 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了同一张纸上 虽然没能住进敬老院 可也申请到了一套连租房 日子也算好过了起来 24年的金屋仓夫 夏琳得到了陪伴 B站仙得到了爱情 王立霞得到了答案 这场爱情与婚姻的纠缠终于结束 未来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四个孩子又会如何看待失踪20多的父亲 谁也不知道 有人说夏琳与B站仙争振致的感情令人动容 也有人说 B站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渣男 应该受到惩罚 你如何看待呢